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大家好 这一款就是今天小米发布的一款12寸的小米笔记本2R笔记本 然后它外观上特别的薄 然后就优如一本杂志 我们看一下这个外观 现在这是右边的这个接口USB 还有Type-C接口 这个是正面的 这有一个耳机接口 然后HDMI接口 这个是后面的 我们可以看到小米笔记本正面是没有logo的 然后这是底部的 底部的 这个小米的logo 接口 感谢各位的支持 大家有趣力量 这边是我们前面的事 nood 好 我们之后来看看这个的站盘 大家有趣力量 今天之前有六 大家有趣力量 索 coment 那边是随便于市民 可以看到窄边空的这个屏幕 3米的Loco HDMI接口 前部的接口 右侧的接口 这个比那个牛逼 这个看看不是这种发型 没有那么浓稷 黑色是它的贴纸 这么多的青色 是这种紫色的 这是13.3寸的可定制的笔记本 一张漂亮的贴纸 然后它的配置是有i5D6代处理器 这个跟12寸的接口有点不太一样 这个是耳机接口在中间 然后USBHDMI接口 然后这是前面 这是右侧的接口 USBHDMI接口 这个是底部 这是12寸的 手感还是这样 底部的通风口三热 打开这个触控板 打开这个触控板 请扫描屏幕二维码 或在微信直接搜索科技大咖秀 各种福利 记得订阅哦